大家好,欢迎来到女汉子说电影 如今的网络上流传着这样一句话 女儿是父亲的小棉袄,是父亲上辈子的情人 相信看完今天的视频,你也会相信这句话的 在一个阴森恐怖的深山中,耸立着一幢巍峨庄严的古堡 古堡中正是名声显赫的吸血鬼德古拉 可是德古拉却与传说中的大不相同 他是一个无比温柔的好爸爸 他独自扶摇女儿梅菲斯 为了避免女儿受伤,他欺骗梅菲斯 外面的人都是怪兽,而这个古堡也不是普通人能够进来的 很快,梅菲斯118岁的生日就要到了 德古拉邀请了科学怪人,狼人,木乃伊,隐形人等怪物 前来为梅菲斯庆祝生日 他经常给这些怪物灌输人类很邪恶的故事 还给梅菲斯准备了很多的节目 但是梅菲斯唯一的心愿就是去看看外面的世界 在梅菲斯的软硬兼尸之下 德古拉终于同意 可梅菲斯不知道的是 德古拉就偷偷地跟在他的身后 当梅菲斯来到人类世界后 发现人类真的很可怕 于是赶忙逃跑了 但这一切也都是德古拉找怪物假扮的 回到家的梅菲斯也答应德古拉不再出去 可就在梅菲斯生日前一日的晚上 一个人类少年乔误打误撞闯了进来 德古拉本想把他送走 可参加宴会的人实在是太多了 他不想让其他怪物知道这里出现过人类 于是就把乔化妆成了怪物的样子 而乔也认为这里正在举办化妆舞会 乔好奇这些人化的妆实在是太逼真了 可意外发现他们都不是人类 吓得他到处乱窜 刚好撞上了下楼的梅菲斯 还好被德古拉给蒙混了过去 乔才知道德古拉吃的是人造血之后 也不再害怕他了 当德古拉想要送走乔的时候 却被赶来的梅菲斯发现 没办法 德古拉只能另想办法 之后德古拉就打算让乔从密室出去 可他长时间都没有来过这里 竟在这里迷路了 他们一会儿闯入一对恋人的家里 一会儿闯入正在洗澡的骷髅家中 真是闹了不少的笑话 最后乔还是被大家发现 并拉着他参加了生日宴 可乔嫌弃德古拉为梅菲斯准备的节目太无聊 于是就亲自上台表演了一番 这让梅菲斯感觉到了前所未有的快乐 但是乔不送走始终是心腹之患 之后德古拉强行把乔送走了 还警告他不要再回来 可半路却碰到了梅菲斯 梅菲斯把他带回了家 乔带着梅菲斯看了这些年从不敢看的日出 就在德古拉认为事情都结束的时候 乔却掉进了他的怀里 这让德古拉很生气 于是就利用魔法想要整治乔 却不想乔却把这次惩罚当成了奇幻之旅 还把德古拉也带入了自己的角色 但是乔还是被厨师发现是人类 还想把乔他烤吃了 幸好德古拉及时赶到救了乔 之后德古拉告诉乔 自己为什么讨厌他 原来德古拉和妻子当年被人类发现 妻子还被人类放火烧死 只有他和梅菲斯逃了出来 这时的乔理解了德古拉的顾虑 并答应他不会让梅菲斯爱上自己 于是德古拉也答应 让乔参加完梅菲斯的生日宴 在宴会上 梅菲斯被武艺抄群的乔吸引 还想要吻他 乔很想拒绝 但他要怎么说出口呢 之后厨师来到了宴会上 指认乔是人类 但是梅菲斯并不在意他是不是人类 可乔想到自己答应了德古拉的事情 就残忍地拒绝了梅菲斯 德古拉看着伤心不已的女儿很心疼 他虽然不想让女儿受到伤害 但更不想让女儿伤心 于是他和怪物们说出了当初欺骗他们的谎言 并得到了大家的原谅 然后德古拉就带着怪物们去寻找乔 来到人类世界后 他们发现 现在的人类都把德古拉当成了偶像 可现在的乔已经坐上了回家的飞机 为了尽快赶到机场 德古拉亮明了身份 并且在人类的帮助下快速地来到了机场 可飞机已经起飞了 而乔就坐在这架飞机上 眼看乔就要走了 德古拉冒着被太阳伤害的危险 飞到了乔的旁边 可是隔着窗户 乔根本听不到德古拉说了什么 于是德古拉控制了机长 在广播中说出了对乔的歉意 最后带着乔返回了古堡 可是当乔轻吻梅菲斯的时候 德古拉还是忍不住出来捣乱 看来 女儿真的是爸爸上辈子的情人 不过 为了女儿的幸福 相信每一位爸爸 都会尊重女儿的选择吧 感谢收看本期的视频 喜欢的不要忘记关注转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